大家好 这一期主要是讲讲怎么样开始做一个动画file 然后最后把它存起来 一般来说我们都是点开这个键 Create a new scribe 来打开一个新的文件 我建议你在点开这个button之前 最好先要设一下这个setting 这个setting能够节省你后面很多做动画的时间 我是这样设的 Auto save它就是每5分钟自己save一次 Transition time我设的是0.5 我可以把它加上一点 Pulse time设成1秒钟吧 Max draw time就是每次动画的时间 我把它设成3秒钟 这个image quality就是它动画的质量质感呢 我一般就用它的400px 我觉得还可以了我不再加了 然后它的语言就两种 一种是英文一种是西班牙文 我就用英文 目前还没有中文 好我现在把它射进去 你看记住了 Transition time1秒钟 Pulse time1秒钟 然后Draw time是3秒钟 这个在后面就是用到 动画里用到这些是default 好这些设好以后 我现在可以create一个newscribe 好这是一个空白的canvas 我现在加一个新的图画吧 我随便加了 好现在我看它的properties 你看3秒1秒1秒它都设好了 你当然可以改了 但是如果你设的比较好的话 会节省你不少时间 好我随便再加几个图 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动画 好现在我们把它存起来 假如说你做了一段时间 这个动画做好了 怎么存呢 去按这个键save 它会问你这个scribe的名字叫什么 那我就叫demo222 好吧 好现在我已经把它存好了 存成demo222了 现在我回到刚才的主页面 你就可以看到我刚才的动画 你可以再把它打开 再接着做 好我可以再加一个什么东西 好然后我再把它存起来 这时候呢它还是刚才那个名字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出来进去 甚至可以离开这个video script 回来以后它还在 但是你觉得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呢 可以把它存成你的local file 好我们现在right click 右击这个动画 它有几个选项 你看第一个就是open scribe 就是把它打开 第二个就是把它删除 第三个叫export to file 好我们现在点这个 export to file 第三个 好它会给你出现一个这样的file explorer 你就可以你就可以save成你自己的local file了 记住啊它的extension叫scribe 就是scribe文件 我就不存了 我就告诉你这个 它可以存成你的local文件 那么如果你可以你可以把这个local文件给别人了 如果你收到一个scribe文件呢 你想把它打开呢 你就可以按这个button 叫import scribe file 那么它也可以到你的file system去找这个scribe file 然后load到这里面来 好我现在把它打开 还有一个挺有用的button 就是这个button 叫share download or publish 我一般呢 我制作youtube视频的时候呢 我都是用这个键叫download video 就是我做完动画以后呢 把它存成一个我的local file 我不想用scribe这个文件 我是想用quicktimemove或者是mp4的file 我觉得都很好 那么这里面没有mp4 那只能用这个quicktimemove 如果你把它存成这样的file 就很容易传到youtube上去了 我一般都是用它的defaultvalue 我觉得挺好的 好我就不演示了 因为这个大概时间蛮长的 如果五分钟的动画 这个存的时间大概要20分钟左右 除了这个键呢 还有其他的你可以直接把它传到youtube 我不太喜欢 因为我还要quicktimemove下来以后 我还要加其他的音乐啊什么东西的 所以我从来没有试过这个键 但是应该可以了 这是直接传到facebook 这是把它存成一个powerpointfile 好基本上怎么存 怎么打开videoscribe文件和把它存成一个文件 或者是把它download到一个quicktimemove的文件 大概就是这些 我下面一期呢可能要给你讲讲一些其他的一些小tips 都是一些很小的东西 但是锦上添花吧 比如说像这个键干嘛的 这是干做什么用的 这是做什么用的 还有copy paste 然后怎么样去移动这些frame 你可以再编辑 对大概就是这样 好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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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